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来说说 频道内最后一个贯狼高手人物传 三井兽 为什么三井不等脚伤复原 再回到球场练球 他成为混混 放弃篮球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井兽与神中一郎 谁才是最强的三分射手 前半段我将会用更多的篇幅 来深度解读三井的内心转折 以及详细聊聊 电影中加入的新增剧情与画面 那我们就立刻来说说 比主角更像主角的三井兽 首先就来说说电影中 锦上雄艳的原创画面 古中时期的三井遇见梁田 这段画面就展现出 三井优美的投篮姿势与三分能力 他还直接捡起梁田的球 想要来个一对一 更充满肯定与鼓励着梁田 运球技术很好 这段对电影来说 不算是重要的片段 但三井兽那充满热情的眼神 不只是让工程想起格格状态 我想更是要表现出 他单纯热爱篮球的初衷 本是互相砥礼的对手关系 殊不知下一次的见面 两人却如同仇人 国中的三井兽 身为五十中学的王牌 在线内决赛落后一分 时间仅剩下十二秒 在全部队友认为 比赛就此结束之时 三井兽依旧充满自信说着 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然而三井内心充满绝望 甚至认为比赛已经输了 而这时在贵兵媳的安息教练 是如何带给三井 继续努力的斗志呢 其实在过去 安息教练历经骨折的事 明白理解球员的内心 比赫赤教训更为重要 他能看出三井的绝望 并不是说出加油 站起来等等鼓励之类的话 而是用充满同理心的口语说出 现在放弃的话 比赛就结束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 对于三井不单单只是鼓励 更是扭转绝望成为希望的光芒 那最后仅剩两秒的三分球绝杀 三井兽不仅带领五十中学 成为县内冠军 更成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MVP 而在之后这也成为 三井兽选择进入湘北高校的原因 如果要说对三井兽最重要的人 第一是安西教练 那第二绝对就是劲敌赤木钢线 虽然他的球技很差 时不时会掉球 不过那全队最高 193公分的身高 完全统治禁区 与三井成为一敌一友的惊人组合 甚至两人拥有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称霸全国 原本让人充满希望的未来 却因三井的膝盖二次受伤而跌落低谷 这也成为三井与篮球诀别的转列点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三井为什么不等到痊愈 反而再次伤害运动员最重要的身体 其实这就是三井最让人印象深刻 不服输的性格 这是一个优点 却同样也是缺点 看着原本连球都运不好的赤木 不断进步成为带领球队胜利的主将 而自己确实能处着拐杖 止步不前 想证明自己 给尊敬的安西教练看 却什么也拿不出来 负伤与休息任何一秒 都在折磨三井的内心 而不服输的他 在上市还未痊愈就投入练习 那份积极与努力 却只换到上市再次恶化 当时自信说着 我要让湘北惩罢全国 成为日本第一 却因为缴伤而来不及参加全国大赛 其实我们观众长大来看 三井大可以等到上市痊愈 再回到篮球部 为什么他最终放弃篮球 甚至开始痛恨篮球 他一举手一投足都被放大检视 队友不叫他三井 而是MVP 一开始被称呼自然开心 也觉得骄傲 久而久之却变成 不得不进球的压力 美满足众人的期待 进球就会成为失落 好像一直无法摆脱 过去MVP的称号 那过去的荣耀 始终纠缠着三井 无法放下自尊回归球队 而真正是三井放弃篮球的 这是对于自己的痛恨 假如当初要是听医生的话 假如当时没有带伤练习 现在带领球队胜利的 就是自己 而劲敌赤木早已突飞猛进 成为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球员 许多事放下 总是比捡起来更容易 而只要放弃篮球 自己就不算输了 当初国中的MVP 成为不良少年 或许三井认为 唯有鬼混闹事 才能逃避对于篮球 永远无法抹灭的热情 广然高手动画中 新增的漫画没有得改编剧情 而这也是小树我认为 非常棒的原创 那就是三井开始与德南鬼混 看着其他人开心打着篮球 他却开始教训打球的路人 除了是想要表达自己没有拥有 别人也休想得到 更像是在宣写放弃篮球的痛苦 在今年最新的电影中 补充了更多三井的内心画面 他听见安田说着 赤木很看好新人工程 就立刻呛说 谁看好这个矮子 这么矮就别打篮球了 而在之后 三井与工程的《虎欧》中 漫画只有三井单方面挨揍 门牙被打断 然而在电影里 却让我们看见更多的细节 三井先是看见 从背包中掉出的篮球鞋 过有所思先盯着后 愤怒提到一旁 而井上雄雁也将他与工程 故乡斗殴的画面 代表着发泄 两人都充满着 自己怎么变成这样的悔恨 另外电影中 新增他看见安西教练 与师母跑步 三井却立刻躲到一旁 这以表达他不想让教练 看见现在的自己 接着他也去看 香北惨败的比赛 并且愤怒说着 打得真烂 新的刻画 确实也让我们更了解 三井的内心 之后三井与铁南 打闹篮球馆 想好好教训工程 甚至是让篮球部竞赛 而回头来看 三井只会打好学生 却被所有正选球员 打飞一轮 我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三井不止不抽烟 连打架都很烂 最终我想 其实三井 一点都不想成为混混 这两年就是对 过去悔恨的逃避与发泄 看到昔日的劲敌赤木 与自己走向 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里赤木不是用拳头 而是用巴掌 这个举动不是想替球队的球员报仇 而是希望能打醒 自暴自弃 浪费才华的三井 因为赤木 无疑是最希望与三井 一起称霸全国的人 木木无法看着三井 浪费天赋 以自甘堕落 在漫画中 唯一一次生气说着 你这么容易放弃 还说要让湘北 称霸全国成为日本第一 赛场的所有人 就连手下德南 也都看出三井 其实还想打篮球 然而三井的自尊 始终都在挣扎 假如回归篮球部 这两年浪费的时光 将会无止境地跟随自己 而这时球场的门打开 出现的是 三井最不想被看见 这狼狈模样的恩人 三井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始终热爱着篮球 也终于说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那紧皱的眉头就像在诉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走错了路 跪下也暗喻了 放下过去的自尊与倔强 而若勒就是对于这些年 不敢承认想打篮球的悔恨 之后三井剃掉头发 放下了过去与自尊 在最新的电影中 他与工程同时回到了篮球部 并且说着自己 才没那么容易放弃 三井从巅峰跌落低谷 又由充满热情 直到讨厌与放弃 就是因为他曾经失去篮球 所以比任何人都更永不放弃 那迷惘与挣扎 充满共鸣的人物描写 不只写实更毫不烂情 深深刻在观众的心中 另外铁男对三井来说格外特别 虽然他是造成斗殴事件的反派人物 然而当初也只是为了替三井出口气 才来湘北打架闹事 当时看着三井 在球场哭着说想打篮球 之后两人再次相遇 铁男却说了 这发型比较适合你 运动健将 最终留下这个祝福后 也就不曾出现 因为铁男明白 三井再也没有时间鬼混 所以也不难看出 他对三井的成全与友谊 三井受灾之后 成为湘北逆转比赛的重要存在 赤木樱木与凉田 不擅长外线投射 然而三井优异的投篮命中率 不足湘北的短板 所有的球员都会在比赛中成长进步 而三井却是慢慢找回国中MVP的实力 在襄阳的比赛可以说是强势回归 连续投进四个三分球 成为最平比数的关键球员 说到三分球射手除了三井兽 自然也会让人想到 海南的神宗一郎 这里就来分析他们两人的差别 以及究竟谁比较强呢 神宗一郎是海南最优秀的三分射手 189公分的身高优势 让三井无法防守 甚至阿神因为每一场平均得到30分 是所有选手中得分最多 而入选神奈川最佳五人之一 然而那几乎每投必中的三分球准度 其实有着两大原因 第一就是来自于阿姆内线压制力 他吸引防守者让阿神有机会出手 第二就是每天苦练五百球 努力不懈换来的准度 假如阿神是苦练型的球员 三井兽就是天才型不断进步的选手 他拥有许多超越阿神的优势 第一就是能制造空挡出手 三井不只能用自身跑位 更会使用后侧步 闪过对手投出三分球 第二就是快速出手 那惊人的出手速度 即使是被对手干扰也能进球 是以快攻文明的湘北 逆转比赛的恐怖武器 我个人认为 阿神在准度与得分上 绝对比三井优秀 而这也是漫画中的事实 不过三井更是一位 不太过依赖队友的三分射手 甚至就当赤木脚伤退场 或是一掘不振 三井总是能担任带领队伍的角色 而他真正的实力 就像安西教练所说的 替湘北带来的智慧 在与海南与林南的比赛中 三井出手的画面几乎屈指可数 三井不止命中率变差 得分甚至可能只在十分上下 这也就是山王教练所说的 两年空窗期造成表现不稳定 不过这也展现出 他除了三分球以外的实力 三井临借着经验 看穿福田不擅长运球 就轻松把球抄走 并且总是聪明地 制造福田的进攻犯规 那严密的防守最终让福田 只能投出不擅长的外线 不只是差点让福田五分退场 更终止了林南连续得分的攻势 三井能传球防守 那篮球的天赋与经验 是部分读者难以察觉 非常重要的潜能 当然我不是刻意把三井 塑造成超神的球员 我们都知道三井始终有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体力不足 很多时间都处于疲惫 喘气的状态 不只是因为体力耗尽退场 更是在比赛中缺氧脱水而昏倒 三井明白假如输球 就是赤木与木木高中生涯的 最后一场比赛 再加上当时打架闹事的自责 与浪费两年球员最重要的时光 那份深感无力的后悔 也让三井再次流下不甘心的泪水 要说最完美的篇章 绝对就是湘北对战伤亡 不只画出比赛中几乎每一球的细节 更是深入描写所有球员的内心转折 三井被安西教练 指派为上半场的得分主力 即使被最强防守球员紧盯 那快速出手的三分球 依旧应声入网 一开始就连进三棵 拉开比数 在之前三井始终追逐过去MVP的实力 现在的他 不只被安西教练肯定 更是真正超越过去的自己 三王有许多替补球员 用尽全力防守三井 相反的 湘北能派上场的三分射手 只有三井 那车轮战的紧盯战术 让三井之后连球都无法碰到 我们从漫画中也能看见 三井不断补防以及跑位 体力却也开始逐渐消耗殆尽 那一变面说着 赤木是赤木 那么我是谁 就像回顾自己的篮球生涯 从MVP 到差点毁掉篮球部的混混 三井始终都被悔恨 与迷惘所纠缠 这一刻他终于认清自己 是永不放弃的三井兽 透过赤木的挡拆 三井有了完美的出手机会 两人仅用眼神的默契 不止逐渐追上比分 更是完整了一年及时 未曾并肩作战的遗憾 胜利的渴望 在场的球员都有 而支撑三井 即使累到虚脱 也拼命投篮的 是那份曾经失去篮球后 失而复得牢牢珍惜每一球的执念 越是陷入充满压力与困难的绝境 三井就是更能激发斗志的岩之男 最精彩的无非就是 替香北带来希望 价值四分的投篮 投进三分球后 因为对手的犯规加罚一球 不只是震撼全场 更是漫画中唯一一次的四分球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比赛的尾声 即使他有多么的累 依旧跑向三分线 始终等待着传球 最终全国大赛结束后 三井没有向赤木与木木 准备升学考试 当然也是因为成绩太差 他想通过下一次冬季选拔赛 展现自己的实力 得到大学推荐机会 没有赤木的湘北 以及为了下一次战胜海南 三井比任何人都早到球场 苦练三分球 最后三井兽 陪伴我们的青春时光 他的故事停留在努力准备 下一次比赛 尽管对过去充满悔恨 曾经失去篮球与珍贵的时光 却绝不放弃 为了未来更拼命努力 他不只带给我们许多感动 与激励人心的时刻 那句 现在放弃的话 比赛就结束了 已经成为我们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的台词 只要世人都会有 那时候应该怎么做 现在就不会这样的悔恨 然而时光不会倒转 不论现在是低潮或是失败 三井兽这个人物 也教会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上一部刘川峰人物专的影片 非常谢谢观众的支持 有许多人留言 想看更多怪人高手的人物影片 像是赤木或是仙道等等 不过因为怪人高手的篇幅很长 做起来要比平常影片花了两倍 甚至是三倍的时间 并且为了做出 与其他频道不同的观点 我都会太过于自我要求 不断修改于删了上千字 所以我想这部三井兽 就是最后 怪人高手主题的影片 当然做影片有观众支持 也非常重要 如果影片的观看和按赞数 不错的话 可能会休息一阵子 做做其他类型的主题 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说说 怪人高手的人物 最后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谢谢大家